第七十三章 疗伤 咬住 周睿把带着秦宣兵体香的毛巾 卷成一团塞到了庄睿的口里 刘川在一旁看得好笑 说道 木头 你可是要坚持住呀 咱们不能当特务 打死也不能招呀 苦于嘴里塞着毛巾 无法反驳刘川的话 庄睿只能狠狠地瞪上他一眼 其实在庄睿的心里 并没有怎么担心自己会得狂犬病 有眼中灵气在 虽然不敢说是眼道伤好 但是消除一些细菌隐患 问题应该不大的 只是现在人太多 庄睿是怕万一灵气效果极佳 直接将伤口治愈的话 那自己的秘密也就保不住了 所以他先让周睿来救治 等伤口爆炸好了 自己再用灵气梳理一遍 那时候就算是发生什么情况 别人也是看不到了 忍住 周睿看了庄睿一眼 简单地说了两个字 就用手中的酒 开始清洗庄睿的伤口 当烈酒刚一沾到庄睿的手臂时 庄睿顿时感到一股 钻心的疼痛从手臂传出 身体不受控制的就要跳起来 却被早有防备的周睿 一只左手按住了肩膀 谁都没有想到 看起来身材淡薄的周睿 居然用一只手 就把身材高大的庄睿 撕撕的按住了 妈的 英雄也不是这么好当的 早知道 在越野车里挨会儿动 也比受这最强压 左臂传来的疼痛 让庄睿紧紧地咬住 口中的毛巾 右手在空中忽乱挥舞着 突然抓到一个柔软的物体 算是找到了宣泄的渠道 庄睿死命地抓住那个物体 几乎将全身的力气都使伤了 处在剧痛中的庄睿 并没有看见 他所抓住的 是秦宣兵的右手 而秦宣兵此时 已经被他抓得眼中寒泪 但是却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 周睿的动作很快 在用老九将庄睿的伤口 清洗了一番过后 手中的小刀 马上将伤口处的 有些发青的皮肉 全部都给割了下来 直到鲜血涌出 才停下了手 结果百梦瑶递来的 云南白药喷剂 和一卷纱布 对着庄睿的伤口处喷了过去 一时间 整个车厢里都是一股 云南白药的味道 好了 没伤到骨头 天亮要是没发烧的话 就没事情了 周睿也松了口气 狼的上下盒咬合力 非常的强 要不是冬天穿的衣服多 恐怕庄睿这条手臂 都会被咬断掉 现在只是皮外伤 只要没有发生感染 就没有大碍了 刘川这会儿 正在汉马车的后备箱里翻找着 他记得 自己当时在超市 买了不少的消炎药 还顺手拿了两瓶葡萄糖水 等他找到这些物品的时候 周睿已经处理好了庄睿的伤口 用纱布厚厚的包裹了起来 伤口处所传出的痛处 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强烈了 庄睿口中的毛巾 已经被周睿取了出来 只是厚厚的一卷毛巾 已经被庄睿给咬穿了 庄睿正要抬起手来 擦擦额头的冷汗 却发现自己的手心里 居然还抓着一只白嫩的小手 说白嫩可能有些不合适了 因为那只小手已经被庄睿抓得欲轻 布满了指痕 这 庄睿寻着小手向上看去 秦宣兵眼中的泪水还没来得及擦去 见到庄睿正看向自己 秦宣兵连忙将手缩了回去 眼神怎么都不肯和庄睿对视 木头来 把这药吃了 哦 这儿还有两瓶葡萄糖 你都喝了吧 哥们儿来帮你吧 刘川拿着消炎药和葡萄糖水走了过来 准备递给庄睿的时候 却见到他这会儿变成独臂大侠了 干脆打开葡萄糖水的盖子 准备喂庄睿喝 咳咳咳 滚远点 瓶子给我 我自己来 这哪是喂呀 简直就是硬贯 刘川这哥们儿没伺候过人 不过他倒是经常给店里的宠物打针喂药 这会儿估计是把那些手段给用上了 还是我来吧 这药一次吃几粒 秦宣兵的声音在车中响起 两 两粒 刘川有些发呆 这大小姐难不成还会伺候人 秦宣兵接过了刘川手里的药瓶 倒出了两粒在手心里 放到了庄睿的嘴边 庄睿的大脑此时有点不够用了 算上刚才 自己已经冒犯了秦宣兵三次了 他怎么会态度如此之好 难不成 是想等自己伤好了 再用低辣皮鞭 来教训自己 庄睿一边胡思乱想着 一边将嘴边的药吃了下去 只是正想到了邪恶处 忍不住用舌尖舔舔了一下嘴边的白嫩的手心处 秦宣兵宛如触电般的将小手收了回去 却也没有说话 只是用眼睛白了庄睿一眼 然后坐回到了百孟瑶的身边 他没有生我的气 庄睿即使对女人再陌生 此刻也是看出来了 秦宣兵并没有生气 顿时心情大好了起来 拿起手边的葡萄糖水 咕咚咚的关下了肚 哎 自己那傻哥哥估计是没戏了 百孟瑶摇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被刘川扔到后备箱里 正在呼呼大睡的百孟安 心中无奈地想到 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自从庄睿和秦宣兵上到汉马车上 她就一直关注着这两个人 庄睿表现得还算正常 或许心里真的对秦宣兵没有什么想法 但是一向对人冷淡的秦宣兵 居然几次三番的在帮助庄睿 这就让百孟瑶感到一丝异常了 尤其是秦宣兵把自己的手伸出给庄睿抓住 帮助他转移注意力这个举动 更是让百孟瑶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秦宣兵这个香港有名的神女 应该是对面前这个看似普通的男人 动心了 其实百孟瑶对于秦宣兵 能否成为他的嫂子 并不是很在意 他想撮合两人 也是玩闹的心思多一点 不过现在看到 秦宣兵居然会对庄睿动心 他也连带着 对庄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来来 你把车开到篝火边停下来吧 看到庄睿暂时没有事情了 周睿开始要对付这些可恶的草原狼了 汗马车开动中虽然可以避免轮胎被破坏 但是也无法锁定目标了 所以他让把车停住 就是要吸引群狼回上来 篝火已经基本上熄灭了 除去汗马车上的灯光 周围一片黑暗 但是从草丛里传出来 阵阵的沙沙声 显示出狼群并没有远离 而是在寻找机会 准备给汗马车上的人 致命的一击 车子停稳之后 周睿打开了车子天窗 举翔对着车后那一片黑暗的地带 而刘川则是坐在副驾驶上 拿着他那把五连发雷鸣灯 守卫着汗马车的前方 打打打 碰碰 枪声接连响起 在车子的前后方 都留下了几条草原狼的尸体 爽啊木头 给你来放几枪吧 刘川一边往雷鸣灯枪筒里压着子弹 一边和庄瑞开着玩笑 歇 有本事把枪扔了 你学学哥们 拿把刀上呀 庄瑞撇撇嘴 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话 他的酒精也过去了 想想刚才的情形 心里也是有些害怕 狼群在经过几次试探之后 都没能冲过周睿和流川组成的火力 白白地留下了十多具狼狮之后 草原上开始变得寂静了 周睿不肯舍弃那辆越野车 而狼群吃了大亏 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 一时间 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谁都没有办法 奈何得了对方 秦宣斌经过刚才那短暂而又刺激的经历 精神显然也很疲惫了 这时松懈了下来 靠在百萌瑶的身上昏昏欲睡 而百萌瑶的注意力全部都被车外的狼群吸引住了 看到这会儿没有人在关注自己了 庄睿悄悄地低下了头 凝神像受伤的左臂看去 自从吸收了紫痰根雕内的灵气之后 庄睿眼中的灵气又恢复了不少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恐怕他都舍不得动用灵气来给自己疗伤了 即使如此 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控制住灵气的数量 大概只有灵气总量的四分之一 进入到他的手臂伤口之中 好舒服呀 灵气渗入皮肤的一瞬间 一股清凉的感觉就涌上了庄睿的心头 原本火烂烂的痛楚 立刻就消失不见了 庄睿透过手臂上的纱布 看到了原本血肉翻滚的伤口 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成了伤疤 试着轻轻抬了下锁手 庄睿发现 刚才还动弹不得的左臂 现在已经可以活动了 只是幅度大了的话 手臂还是会疼痛 自己要是把眼中灵气全部用上 恐怕这伤口都会立刻愈合吧 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多吸收点灵气 庄睿这是切身第一次感受到 灵气所带来的好处 心中对灵气也是愈加的看重了 在以前的时候 他只是很随意的去寻找一些古文 用以增加严重的灵气 但是此刻他对灵气的渴望达到了顶点 靠着在古文市场简陋这个渠道 增加灵气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自己必须要找一个可以大量接触到古文的机会 庄睿在心里暗自下的决定 从西藏返回后 立刻就回到中海 先把典当行里的那些物件中的灵气吸收了再说 眼中灵气虽然可以流伤 但是显然没有补血的功效 手臂失血的庄睿在坚持了一会儿之后 也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而车外的人狼对峙还在继续着